OK我们继续 我们看一下这些是干嘛的 首先这个按钮 就是重新生成一次 就是你如果对这个效果不是很满意 对吧 你可以让它多试几次 再点一次 它还会按照这一排的提示词 去再次的生成 所以它其实随机性是很强的 虽然是同样的提示词 但它出来的效果会有不一样 好我们快进一下 这是它第二次用同样的提示词 生成的图片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些是干嘛的 这个U1U2 U是什么意思呢 U就是upscale的第一个单词 是吧 意思就是放大 那么1234是什么呢 就对应哪一张图片 你要放大哪一张图片 OK顺序是这样的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OK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哪张图非常不错 第一张图非常好 我就是要第一张图的话 那你就点一下U1 好 这个时候它就会去把这个第一张图给放大 OK 你看第一张图现在就被放大了 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V1V2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个V就是variation的一个变化的意思 就是你可能觉得还没有定杆 但是呢 某一张图的大方向是对的 基本上是OK的 能不能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呢 对吧 所以呢 比如说你觉得第四张不错啊 按照这个方向不错 但是呢 能不能做一些微调 那你就点这个V4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第四张的这个基础上呢 做一些微调给你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变化的结果 OK 你看这个就是variations 就是一些变化 第四张的一些变化 对吧 那这四张看起来都跟这边的这个最后一张非常的像 对吧 只是你看 哎 头发 跟它就有点不一样 是吧 这个树枝 你看 也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细微处 这个颜色 是吧 会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 它做了这个变化之后呢 如果你有一张是满意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给放大 那放大之后 你会看到放大的 它下面还有按钮 就一个是make variations 就是在这张图的基础上 去做一些变形 这个其实就跟这个的作用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你要指定是变哪一张 这个呢 就是变的就是这一张 当前这一张 然后这还有一个web web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 OK 那它打开了这个medaljourney的网站 是吧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个人页面 就是你生成的图啊 都会出现在你的个人页面上 出现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这个保存 就可以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 那这个探索这里 你看这些所有的图都是这样出现的 OK 它们都是有一些其他的用户啊 生成的图片 然后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的图片也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你的个人页面呢 是点这个home OK 就可以看到你的个人页面 你生成的这些图 那能不能我的图不要出现在这儿呢 因为出现在这儿 别人就会看到对吧 就有一个隐私的风险 呃能不能不出现在这儿呢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得买那个pro版的那个订阅 就是这个啊 48美金每个月的 因为它有一个 就是可以生成这个不公开的这个图片的一个功能 然后首先你买的这个 其次呢 你还要去discord里面设置一下 那设置完了之后 那你的图片就可以不会被保存到个人页面了 那既然说到了设置 我们下一集就详细的讲一下设置相关的问题 好 感觉有用的话 求一键三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